我們今天首先請教您 看他們農場的總共的重置面積 總共面積有254.2公頃 目前單位面積產量平均起來怎麼樣 今年6.364年起的單位產量 我們可以達到8萬公斤 每公頃8萬公斤 比去年是不是增加了 去年是7萬6,去年是8萬 今年算是最好的一年 總共的產量一共達到多少 今年這個總共的產量 我們可以達到16400噸 自動的收割機 它目前做的情況是 每天大概收割量多大一個範圍 這個目前我們預定是150噸 但是我們可以這個工作 比較順利的話可以達到200噸左右 那麼整個這個農場 大概需要做好工作篇把它結束 我們預定差不多的100個工作篇 在您這個農場裡頭 目前用機器來這個採收的這個比例 和增加的比例怎麼樣 那三道美農場這個機械採收 可以占到80% 像這樣的這個車子啊 一車可以裝多少的甘蔗 像這種裁車的話 一車可以裝到5000到6000公斤左右 屏東總場在屏東市區 管轄著屏東縣的南州場場 和高雄縣的其他場場 目前正是甘蔗的收割和這場的製造成節 因此屏東總場的裡裡外外 到處呈現的一件忙碌 和豐盛所帶來的喜業 我們看到一列一列的火車 從屏東總場四周圍的這場裡 把收割好的甘蔗 运到床里 接下来准备压榨去旁 压榨的第一步 是把甘蔗纳入丝送系统 先用削刀砍成一段一段 然后用撕裂机 把甘蔗丝成细丝 接着开始压榨 压榨机是一列 脏剂的滚动圆筒 甘蔗丝先后一共要经过 五层的压榨手续来取得色质 剩下来的甘蔗渣 送到锅炉器人 甘蔗产生分析以后 再刹电来推动整个 淡淡的机器 用不完的这扎 还可以做纸浆和这板 都是物品实用 刚炸出来的这枝 是绿色的 在大木桶里面加热 用炭酸法过滤 再小白成为橱黄色 削化以后的这枝 又要在蒸发罐中 经过五层的蒸发手续 成为农度60%的糖浆 然后 是把这种饱和浓度的糖浆 结晶成为糖粒 在结晶的过程中 需要经验丰富的气质 不断地从结晶炉里面 取样检查 直到结晶的糖粒 到达最理想的程度 这个时候 就要进行分离的工作 也就是把含有 砂糖结晶率的糖蜜 利用快速旋转所产生的离晶率 把糖蜜和结晶率分开 取得结晶率之后 再加以干燥 成为一般所谓的白砂糖 在糖浆公司的产品目录中 这种称之为硕砂 另外有一种结晶率 更细小的细砂糖 通常都是以半公斤为单位 用塑胶袋包装好了以后 在市面上出售 这种细砂糖 可以再用模子 压成小方砖 也就是我们平常使用的方糖 台湾由于生产干涉 质糖工业非常发达 去年的国际糖价 上涨到了空前的记录 可是国内的同胞 照样享用价格合理的白糖 这是我们隔天足够的地方 先主任 我们知道这个通常 在台湾里面算是 是个很老的 大概是多久的时间 我们这个厂大概有 70多年这个B 那么这几年来 一直太久换新 每年在这方面 花大概很好精细 在这个快换新上 新年因为工资工资的财换比较好一点 我们新年要花了3000多万的工程会 做这个新型的工作 您的这个部门来讲 它今年大概要处理多少的干涉 今年只要4个半多两年 一共是差不多42万斤 那么可以生产多少糖 可能是生产4万2千斤左右的这个糖 4万2千斤左右 您的这个产品大概是哪些 我们这个产品的产品呢 就是质扎 质扎 方糖 全是就是白糖 您可以直接来控制这个机场用 您的产品全是我们平常来 因为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东西 是的 每年在大约什么时候开工 这个糖呢 每年在大概都在12月开工 然后到4月中呢完工 那么坏的话讲 到了这个年的时候 这是你们最忙的时候 在你那个部门里面 有多少人工在工作 工厂部门呢 我们新属的员工啊 差不多有180个人 那呃 运务职员工呢 也120个人 有400个人 成功大概有600个人 那么他们在新年时间 反而要加倍的这个工作 才能够取得这个 您的工厂的这个操作 一些更多工程 嗯 是的